千呼万唤使出来 时隔一年之后 二年重庆摩博会 凯悦对了承诺 正式推出基于四缸发动机平台打造的最新仿赛车款凯悦422 新车预计将在23年6月份正式上市销售 从概念图开始 再到叠照流出 凯悦422的外观就备受争议 不过外观这个东西向来都是见仁见智的 好不好看你们说了算 值得一提的是凯悦422外观原创度很高 并没有什么模仿的痕迹 这点值得表扬 凯悦422搭载的这台直列四缸高转速引擎 在13500转时爆发50千瓦的最大功率 约合67.9匹马力 最大扭矩36牛米出现在12000转 0百加速仅需4.2秒 急速更是突破220公里每小时 此外 凯悦422还拥有国内仿赛车款中独一无二的冲压进气系统 以在高速时让发动机获得更高的效率 头灯中间的矩形孔洞就是422的冲压进气口 轻量化向来都是凯悦相当擅长的 这一次凯悦422同样不例外 居然做到了159千克的惊人成绩 甚至比一些250级单双当仿赛还要更轻 车身大量使用钛合金 镁合金 碳纤维材质 并且几乎要在车身的每一个部件上去扣重量 主车架仅重7千克 副车架重量也仅为1.9千克 相当优秀 前轮骨4.1千克 后轮骨4.9千克 异形飞对称是铝合金厚平差3.6千克 消音器8.5千克 对于一些小的部件凯悦同样也没放过 测轻法 由箱所集成式设计 进气管与车头支架集成 种种努力最终造就了凯悦400222人的轻量化体重 422座高795毫米 现场实测172厘米身高双脚勉强着地 刹车采用前单向双活赛卡前配双300毫米固定盘 后单活赛卡前配220毫米固定盘 前120 70 17后160 60 17轮胎 TFT仪表 LED灯具等主流配置也并未缺席 据悉 凯悦422预计将会推出两个版本 高配车型将配备单向快排以及泰驰等部件